斯拉车里最值得买的就是这个每天都会用的屏幕下储物盒 而且新款Model Y和幻星3都可以安装使用 第五代储物盒采用了更加牢固的卡扣安装方式 并且还有更大的储物开口 放更多的物品都没有问题 收到好后向上一推就可以隐藏起来 整个内饰看上去非常整洁 储物盒内侧还配了一台硅胶防滑垫 并且有阻拦设计 上层还预留了ETC的磁吸位置 而且所有与内饰接触的地方都有软硅胶保护 不会损伤内饰安装也很简单 放入屏幕下方再把上方的卡扣锁紧即可 随手拿取的快乐只有用过的小伙伴才知道 喜欢车友想把小黄车安排 斯拉车里最值得买的就是这个每天都会用的屏幕下储物盒 而且新款Model Y和幻星3都可以安装使用 第五代储物盒采用了更加牢固的卡扣安装方式 并且还有更大的储物开口 放更多的物品都没有问题 收到好后向上一推就可以隐藏起来 整个内饰看上去非常整洁 储物盒内侧还配了液态硅胶防滑垫 并且有阻拦设计 上层还预留了ETC的磁吸位置 而且所有与内饰接受的地方都有软硅胶保护 不会损伤内饰安装也很简单 放入屏幕下方再把上方的卡扣锁紧即可 随手拿取的快乐只有用过的小伙伴才知道 喜欢车友想把小黄车安排 斯拉车里最值得买的